新加坡 日本 韓国 都是美国在亚洲驻军最多的地方 对不对 那现在这几个国家也看出来 自从东风时期对航空母舰的威胁以后 那美军的主力已经退到第二关道 第二岛链 第二岛链 那他说以前一个劲地靠美国还可不可靠 是第一个思考 第二个美国的做法 你知道美国以前跟俄罗斯签过 不发展中程导弹 它这个中程导弹 对 没错 有一段时间就没做 那这个时候美国国家 包含日本 韩国 尤其是日本 韩国 跟中国大陆几乎是邻居 要发生战争的 一定这两个会面对 那最大的资助又往后退 那这个时候要不要想到自身的安危 美国国家都玩两手政策 嘴巴跟着你一起喊抗中 对不对 抗中 那骨子里重要的大臣都师通管取去了 这个是战争的必然性 那新加坡呢 新加坡也是住 美军住新加坡很多 航母也在那边 港口也在那边 而且它是控制了马六甲海峡 替美国看门的 但是这个门是不是引起大家的注意 对不对 何况它现在是中南半岛东盟的领袖国家 它不愿意发生战争 战争它还做什么金融中心呢 航运就切断了 它靠什么过日子呢 新加坡这个水路上的收益很多了 所以这三个国家就代表 美国要打代理战争 是很好的一个代理的棋子 所以美军一直鼓动他们 你们要这个 要那个 那日本一千枚导弹 你要这么宣布的话 中国大陆会问你想干什么 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你对着我干嘛 要放萤火 这些问题都要去说清楚 这个我们小时候看流氓打架 叫得最凶的是那个俗辣 要上的时候是没有啦 别人叫的时候 你们好小心点的 一直退一直退一直退 你这个不对 那个时候就叫侯一戏 所以这个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面到军事要摊牌的时候 它一定会估量 我参加这个战争 我有什么好处 我要付出什么代价 我在为何打这个仗 我打不打得赢 对 打不赢不受 我为什么要打这个仗 这个台湾傻傻的 你会说这个老大很可靠 现在我看美国对台湾的军售 军援 那就不像是要你挺到底 不是 不是 什么防卫性武器 根本就是投降武器 把苏贞昌的哨把给你换成刺针 换成标准飞弹而已 就是你打成针针 你就小吼吼 因为什么 两个价值观念不一样 台湾在中国大陆是核心 我非干不可 美国说我是边缘 边缘放弃了跟固守哪一个划得来呢 所以将来我们是独立作战 我的判断是独立作战 你不要想什么日元 韩元 美元 不必想的 所以这个东西 每一个国家的领袖 一定要为自己国家 未来的命运生存 经济发展 生死存亡 要考虑第一优先考虑 哪有为一个论文 为一个选举 他忙到现在 对不对 这个选择是关系到我们 2300万的死活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看这些局势 你不要看政客放话 看他的动作 我不听其言 我关其行 我们军员很现实 你部署在哪里 你增加什么 你减少什么 你拿走什么 对 我们看得很清楚 上次六块围台的演习区 像我们搞军事 我可以写出十几个剧本 不要怎么打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给你这么强烈的暗示 我们台湾老百姓 真是蒋经国的门徒 处变不军 今天是我们这种职业军人 怎么应付 对 我真的我觉得 很同情现在的国军 很尴尬 你要反制吗 到了领海了 你反制吗 从你领控上去 你要反制吗 不是说我们没有反制的能力 有啊 蔡英文准不准你反制 对不对 美国准不准你反制 对 所以这问题就一大堆 就跟最近两个警察被杀死 有一个异曲同工 对 你用枪食均你弄清楚没有 哎 哇 你不给我弄清楚 以前我们国军也碰这个问题 张军这个比喻好 海黄鲍鱼干贝XO醬 他是长时间的细活去熬煮它 把所有的纤维供演到一炉进去 前面的蛋白质啊 他是鸡肉牛肉虾的三倍之多 营养来源更加的丰富 推荐给大家 记得要输入 CTI567 CTI我辣7